我們在整個不印證裡面有一個重點 在子宮鏡的時候 往往發現到子宮內抹有膝肉或甚至有肌瘤 都會影響到著床 有時候膝肉或是肌瘤 也會使疫情變得比較長 請問副院長 你在這方面遇到這種影響 你怎麼做診斷 還有它的治療比較合理 能夠提早讓別人早一點發炎 子宮內抹膝肉 如果是一般婦女在生育期的時候 它的比例大概在不到10% 但是我們在做不印證 幾乎每一個Case我們會做子宮鏡的檢查 這樣我們會發現大概有20%的人 會發現有子宮內抹膝肉 那這個內抹膝肉 如果它的大小超過1.5公里以上 還是說很多 多發性的話 這一定會影響到懷孕 要進入四管嬰兒的療程的話 這一定會影響 所以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當然建議 一定要先把這個錫肉切除 但是這個子宮內抹膝肉 是有大有小 有時候會長很小 那病人會懷疑說 那到底需不需要去做手術呢 但是我們發現 我們做了這麼多Case 發現說有些很小的錫肉 在我的經驗裡面 他有些很小 但是後來做切片 送化驗 他竟然是一個惡性的瘤 所以也不能從肉眼 單獨的去說 這應該是良性的 事實上我們在這麼多的經驗裡面 大概這種惡性的比例 大概不到1% 大概0.幾% 但是還是會遇到 他想要來懷孕 就發現說他竟然是惡性的 那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大或是小 都還是要把它去除掉 先把它送檢查 看他是良性或是惡性的 那我們知道我們做那個內抹的錫肉 之後內抹會受傷 內抹受傷 當然這個月最好是不要植物 但是如果等到下個月或兩個月後 內抹會再生 會產生生長的因子 對胚胎的著床 有很大的幫忙 在院長有些數據顯示說 在做試管之前 如果發生錫肉 那我們處理完以後把它植入 隔月植入或下個月植入 兩個月植入 它的懷孕率反而會上升 所以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你如果發現 子宮內抹有長錫肉的話 一定要先把它處理掉 那麼在錫肉過程中 有些是多量性軟打囊軟的病人 那麼它就會 類似錫瑞很多顆出來 怎麼去治療它 像那個多量性軟槽可能處理 像不排軟性的月經 它可能內抹會增生 它看起來像是多花性的錫肉 但是這個也要處理掉 因為這可能是內抹增生 但是我們在子宮內視鏡 會發現說 像這種內抹這種不規則的增生 跟真正的子宮內抹增生 惡性的 例如說它是非典型的 那種在Picture 應該可以做間別診斷 那當然是你多量性軟槽 當然是可以利用像 藥物來讓內抹變得比較便宜 或者是不要讓內抹增生的情況 比較嚴重 可以用藥物的治療 那也可以用切除來做切片 來看看它是不是內抹有異常 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最近也常常發現到這個 注意到就是說 它看起來是 同時有虛肉 同時又慢性的子宮內抹發炎 那這種型型的治療 要做准斷和治療 你有懷疑這樣的話 但是你就是要做 做手術 然後做內抹的切片 然後送去做化驗才知道 它是不是有真正的內抹炎 還是有 合併有內抹的洗肉 那當然是你用這樣的手術 因為我們知道最近有一些文獻說 如果內抹有一點點燒刮 對往後胚胎的灼床也是有幫忙的 雖然未有定論 但是有很多的一系列中心都在做這樣的嘗試 這樣子 那我們知道是在子宮家裡面 在內抹的洗肉以外 那麼同時有所有肌流出現 那這樣的話又怎麼去治療比較好 就是它有洗肉 當然有洗肉但是肌流是稍微比較 還是有 它整個去治療 是同時分開治療 是一次就可以完成 那還是要看那個肌流的大小 還有它有沒有跑到那子宮的肌肉層 我想如果跑到子宮的肌肉層裡面 就在子宮腔裡面 這樣的話還是會影響到懷孕 所以例如有這樣跑到子宮腔裡面的肌流的話 當然它一定會有症狀跑出來 所以像這樣的話 我們覺得還是要把這個肌流拿掉 就在子宮腔裡面的肌流拿掉 當然還是要看那個肌流大小 如果是肌流已經超過5公分以上 在子宮肌肉層裡面有超過5公分 它這個也可能會影響到 往後做試管陰兒胚胎植物的著床率 所以有這樣的狀況之下 可能要一併處理才比較好 那先讓我們在做子宮腔試鏡除了這些問題以外 那麼有時候它病人本身沒有什麼臨場症狂 也沒有白帶都是正常的 但是就是說它本身就有 子宮腔看起來有類似有壞的狀況 那這個地方會不會影響到 因為它本身沒有症狀嘛 肚子也不會痛 也沒有白帶也沒有增加 當然是子宮腔做起來 也是有類似發炎的狀況 那我們怎麼去處理會 這個會不會影響手房 如果會的話 我們覺得處理會比較好 如果從我們子宮腔看起來裡面 有一些小小的像類似席肉的東西 但是那個幾乎是 大概0.1、0.2公分那種小席肉 還有裡面有紅腫的樣子 那看起來就像是 像子宮內膜炎的 而且是耐性的 像這樣的話還是需要做抗酸素的治療 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再補充一些正常的菌 例如說一些乳酸菌 那這些益生菌 對於往後他的懷孕 還有他以後比較不會造成 流產的機會比較高 所以特別交代說 你如果看到這樣 也要把它寫出來 這樣的話 你用給他一些抗生素 給他一些益生菌 對往後的懷孕一定會有所幫忙 那會不會影響到著床 如果不治療的話 是不是會影響著著床 如果是真的不治療 是會影響到著床 有一些在反路 都做好幾次 都失敗的個案 那麼這樣如果有這種病 這種的話是不是需要治療 不然的話可能下次支 是不是應該會失敗的可能性比較大 當然 一定是這樣的 你失敗率會高 然後會流產的機率 有時候你著床很高興 但是後來 後來又開始出血 又流產掉 這個也會比較高 所以一般還是要建議 如果你有這種發炎的話 一定要治療 這樣子 那其他 在這個溫染 還有什麼普通要說 管理洗肉這些問題 現在處理洗肉有各種方式 那以前就是用單純的 用電燒的方式 那個當然這種電燒方式 可以 如果你有經驗的話 對於往後 或是內膜的傷害 應該是一樣 但是它電燒 那就可能會傷得內膜會更深 那現在有比較新的走速的方式 叫做速解刀 它是用冷刀 它沒有電燒 它只是把它內膜把它吃掉 像小精靈一樣把它吃掉 那像這樣的話 它的對內膜的傷害會更小 那在我這裡也有一個Case 因為去年 它也是像 這道這種子宮內膜洗肉 它發生的原因不明 它可能這一次處理掉 以後會再長出來 那這個Case就是 它已經36歲了 它在之前 一年前 它也是子宮內膜洗肉 然後有處理掉 它因為也有疏染管阻塞的問題 所以它在外院已經做試管了 但是失敗了 然後這次來 然後就來這邊 我們還是給它做一次子宮進的檢查 結果發現它還是有長息肉 這個息肉看起來還是蠻多的 因為這種子宮內膜洗肉的 再發好像還蠻常見的 但只要我們知道它是良性 大概是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像這個Case已經 息肉好像蠻多的 然後它又聽說有這種冷刀 然後它就 它自己要求 它要用冷刀的方式來處理 結果我們好像去年10月的時候 已經就把它處理掉 然後它也進入試管磋療程 11月 然後12月直入 要放了兩個好的胚胎 我經由我們的AI還有那個Timeless 做胚胎的選擇 然後可以選兩個胚胎放進去 竟然有雙胞胎了 那我覺得像這種冷刀的方式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 例如說可以用內耳的方式 波爾棟需要比較好的Skill 那種技巧 那像這種電燒或是速捷刀 如果要處理這個息肉 我覺得都還是不錯的選擇方式 內膜的息肉是從子宮筋去診斷的 那真正診斷還是要病理科來診斷才可以 比如說我們在做子宮筋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 我們認為好像是息肉 結果病理的結果給我們是惡性的東西 那這樣的話 所以我們才講說不管大小 都還是要把它切掉 然後送去檢查 這樣是比較安全的 因為不管它是良性或惡性 良性的話你切下來 內膜會受傷 但是它對下個月的懷孕是絕對有幫忙的 所以還是把它切掉 那是最好的 所以最好的處理方式 那至於說我們在做子宮筋的時候 有時候看到多花性的息肉 結果的報告又不是我們想的 只是單純息肉 可能子宮內膜的增生 那子宮內膜的增生又分等級 有些是比較嚴重的 那比較嚴重的可能跟子宮內膜癌有關係的 所以無論如何都是要送檢才知道說 你應該要怎麼樣 下一步是怎麼處理 那因為我們也發現說在 博弈的病人 雖然你看到 你把它切下來是內膜的增生 原本有一次吸肉 結果是內膜的增生 那也是可以治療 那刮完以後再做內科治療 做用比較大劑量的黃底素來治療 它也是可以 一般我們治療三到六個月 那時候看之後我們去看子宮腔 看起來是蠻漂亮的 那再進入我們的治療 就例如說四管陰痕的治療 也是它達到很好的結果 它可以生下小孩 那只是我們建議說 如果你生下小孩 完成了生育的任務之後 你的子宮可能以後還是會變成 比較不好的東西 所以還是要把它拿掉 是這樣子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這樣子